这就是你的儿童节礼物了 同年吧 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期 一定要开开心心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我又搞了一台黑鲨游戏手机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小伙伴要说了嘛 导演你不是有两台手机的吗 没办法呀 因为小巴拉总是看着我们在玩第五人格 然后就天天喊着让我给他买手机 爸爸 给你买手机 买大大手机 你看 还有个买个大大的手机 眼眼看着 611儿童节就快到了 而且还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儿童节 那我这不得给他安排一手嘛 刚好我好大哥那边说他多出来一台黑鲨5pro 所以他就在这里了 来来来 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开箱环节 这次这台黑鲨5pro是黑色的 12GB加256GB 游戏手机的包装每次都设计的很酷炫 科技感满满 又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卡针 里面是三包凭证手机壳 搭配的充电器是120W的快充 经过了这一年的体验 我已经完全依赖上了120W快充了 真的谁又谁知道 好 然后就是重头戏 游戏手机本体 侧面是磁动力接接和电源接 上下两个对称的扬声器 听说这次的摄像头是升级到一亿主摄 游戏摄影我全都要是吧 相信黑鲨5pro的参数 大家都已经在其他地方看到很多了 我们就来谈谈感受好了 这次的黑鲨5的后盖 没有之前那么酷炫了 反而有一种旗舰机的感觉 后盖摸起来有一点点磨砂的感觉 整个握持的手感是真的很好 没有这台4S那种各手的感觉 握持体验就已经很加分了 不过好看归好看 手感好归手感好 作为一台游戏手机 那它的游戏体验肯定是最重要的 众所周知 今年游戏手机领域全在八根椅子上拼刺刀 尽可能让它发挥性能的情况下 再把温度给降下来 我看一下资料 黑鲨5pro采用了超大面积的双VC夜冷板 总面积得到了5320平方毫米 被动散热拉满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台黑鲨5pro简简单单的玩一下游戏 我看别人都用原神 王者荣和平经营来测试 我就不 我就要玩第五人格 第五人格这款游戏 虽然我们叫它小破用 但实际上玩过人都知道 这款游戏对于设备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画面点精美 高帧率 精度拉满 直接开始游戏 actual review you are successful we are you you are now you are opening 无线 从100%的电量开始玩 玩了大概是40分钟 电量是到了87% 温度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体温计 到了40度以上就不会显示了 边框是38度 背板摸起来是要比边框稍微热一点的 而且我还是带着手机壳玩的 整个游戏体验还是不错的 旁边这个散热器也没派上用场 对了 差点忘记小芭拉了 这就是你的儿童节理由了 同年吧 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期 一定要开开心心 不过你现在也用不上 那这个手机呢 老爸就先帮你保管着 等你上高中了 我再给你用 那你现在就先用这个吧 你看这个会响 多好玩啊 你放心啊 这台黑莎5pro 老爸一定好好保管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你很快就会长大的啦 溜达溜达